继续读茨维格写的托尔斯泰 第三节生命力和他的对立物 我希望活得长久非常长久 而对死亡的想象又使我心中充满了儿童一般 富有失忆的恐惧 青年时代的心 他非常健壮 他的体格是为一个世纪建造的 他的筋骨结实充满活力 结壮的肌肉高高隆起 真的有雄一般的力气 年轻的托尔斯泰 躺在地上能够用单臂 把一个强壮笨重的士兵举起来 他的筋骨很灵活 在体操方面他不用助跑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跳过高高的绳子 他游去涌来 如同一条鱼 他骑马奔驰活像一个阿斯克人 他搁起草来 就像一个农民 这个铁打的人从来只是在思想上知道疲劳 在他的生命力的围墙上 无论哪里都没有缺口 缝隙 裂纹 缺陷 毛病 都没有 因此 从来没有重大疾病 清洗过他这铁石板结石的身体 托尔斯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健身体 始终拦住着虚弱无力的侵入 他的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 近代所有的艺术家来到这个胸前飘动着主教的长毛 出俗的如同农民一样的男子汉 眼前都形如妇女或者虚弱的人 哥德 由于生于同一天 8月28日 由于创作的世界事业直到同样83个年头 与他成为星象上的兄弟 他早在60岁时就已经畏惧东寒 身体发胖 小心谨慎地坐在关闭的窗子里面 福尔泰的骨质硬化 与其说 他是个人 不如说是一只剥了皮的猛兽 福尚在写字台上 一张纸接一张纸博住的图写 而托尔斯泰这位精力充飞的白发老人 却依旧笑声朗朗 把冻得发红的身体 浸泡在漂浮着小冰块的水中 他还在花园里干体力劳动 还在网球场上 灵活机敏地追着网球奔跑 学骑自身车的好奇心 还引诱着他这个67岁的老人 他在70岁的时候还穿上溜冰鞋 在光亮如镜的冰场滑冰道上飞跑 80岁的时候还以体操运动员的刻苦精神 天天拉动肌肉 到了82岁离死亡仅仅相聚致尺的时候 如果他骑得母马跑了二十额里的山坡路 想要停下来或者漫步不前的话 他还鞭打它 在乎乎的风声中飞奔 不 我们不必再做比较了 在19世纪里 没有一个艺术家具有像他这样旺盛的生命力 俄国这棵巨大塑术的树梢 虽然已经到了年龄的天机 但是每一根纤维都还汁水饱满 而且还没有一根发生松动 直到弥留之际 他的目光依然轻亮敏碎 他还从马上用好奇的目光 寻找出从树皮里爬出来的小甲壳虫 他还不用望远镜 就能追寻在高空里翱翔的苍蝇 他的耳朵听觉灵敏 他的鼻孔宽大 简直像生厨一样喜欢绣纹 这个白发老人像个猎人 腿上的青筋抱起 脚穿农民的沉重靴子 艰难地穿行在罩泽地带 他已到了高龄 但是他的手从来没有过麻木不灵 因为他具有如此坚强的生命力 所以能够永不知疲倦地进行创作活动 在他那具有世界影响的60年创作生活中 竟然没有一个暂停写作的休闲年 这具有教养的感官是如此的健康 如此绷得紧紧的 如此精力充沛 一种最最轻微的触动 他们就会激动起来 一滴水就会使他们溢出来 虽然他绝对健康 可托尔斯泰同时是一个反应敏感的人 因为他的塑造形象的思想从来没有休息过 他的极为清醒 极为活跃的思想从来没有睡过觉 也从来没有舒舒服服地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托尔斯泰一直到老年都不知道生命为何事 疲倦从来不会纠缠他这个一天工作十个小时的人 他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的感官 从来不需要人去振奋 从来不需要用兴奋剂 酒或者咖啡来进行刺激 他从来不用劣性的或肉欲的享受进行刺激 正相反 没有这种最高度的敏感易怒 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呢 他的神经键十分灵敏 只需细心地轻轻触动 因为神经键的猛烈反弹 会使每一次感情冲动都成为危险 因此他害怕音乐 音乐能使他极其神秘深沉的感情波涛 过分厉害地激荡起来 他承认说音乐对我的影响是可怕的 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他全家人亲切愉快地围住在钢琴周围听音乐的时候 他的鼻孔却令人可怕地心动起来 他的眉毛扭成疙瘩表示拒绝 他觉得喉咙里受到一种特别的压力 于是他便突然地转 粗暴地转开脸向门外走去 原来他的脸上已经热泪重横了 有一次他为自己无法控制的感动 十分恐惧地说 这音乐想要是我怎样呢 的确 他觉察到音乐在向他索取什么东西 威胁着要从他身上拿走他决心永远不会交出的东西 那就是他深藏在感情保密柜里的东西 而现在他强烈发酵 涌流出来 并且就要漫过堤坝了 他不由自主地在内心里 在内心非常深的地方 被功能的波涛捉住 拖进了谬误的洪流 为了一种大概只有他才熟悉的过度之故 他证悟自己的血液过度的饱和 为此他就用一种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是反常的 隐世似的憎恨来迫害这个女人 他觉得女人只要履行贤其良母的责任 得行端状 或者是出于令人数人其境的高龄 便是无害的 这就是说他要离开 他在一生中觉得是身体的一种深重罪过的性欲 对于他这个反希腊者 这个虚假的基督徒 这个强装从修士的人来说 女人和音乐一样都绝对是邪恶 因为这两者都是通过感官 而使人偏离开我们天生具有的勇敢 坚定理智和正义感的性格 正如托尔斯泰神谱后来布道所讲的 因为女人和音乐都把我们引向肉体享受的罪恶 女人也想从她那里得到某种 她拒不交出的东西 她们触动某些使她惊醒 清醒起来的危险东西 还有可以猜想到的不属于精神的 这就是她那异常强烈的性欲 在意识的锁链松开的时候 音乐这头畜生就抬起了头 女人呢 向人群已经发生了嗜血的呼叫 摇横着柵栏上的铁条 仅从托尔斯泰的狂躁的生女般的味阙 从她甚至于对健康快乐 赤裸裸合乎天性的性欲 所怀有的宗教狂事的恐惧 人们就能想象到 潜藏在她身上的可怕的 嗜色和受性式的耗瘾 她在青年时代就毫无节制的疯狂地忠欲 她已经与气科夫相比 自称是个不知疲倦的隐忍 为的是后来残暴地把隐喻 关押在地下室里五十年 是关押而不是埋葬 她这个过分强壮的人的性欲 毕生都处于过分状态 这在她那些严格遵守道德的作品中 只暴留了这么一点 她那种恐惧 那种放荡父亲似的 超基督教的恐惧 强力使她的目光转开的 对女人 对女引诱者超超攘攘的恐惧 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 和看来是无节制的欲望的恐惧 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托尔斯泰除了害怕自己 害怕自己熊一样的戾气之外 是无所畏惧的 她对自己幸运的野兽般 无所顾惧 感到恐怖 这种恐怖常常给她为自己过分健康而感到的狂热愉快 笼罩上了阴影 她想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抑制她的心欲 但是她知道俄国人是不受惩罚的 所以俄国人就成了过度欢乐的仆人 放荡生活的狂热信徒 极端行为的奴隶 因而她的意志的智慧 意志了她自己的身体 因而她总是全身贯注地研究感官 开动感官 给感官以没有危险的谴责消遣 给感官以空气食粮和欲乐食粮 她用镰刀和羹铃进行强烈紧张的劳动 使肌肉疲惫不堪 通过体操活动 使感官虚弱乏力 为了给感官消毒 为了使感官没有危险 她把自己经历过剩的危险 从私人生活中挤压到她自然中去 让处于意志约束状态的东西 在大自然中喷流奔腾 因此她最为喜爱的活动是打猎 打猎的时候 她的一切感官 不管是明亮的感官 还是深沉的感官 全都不再沉眠于饮食 托尔斯泰为之陶醉的是马匹 在汗水淋漓时的气息 是骑马狂奔进行追猎和瞄准时神经紧张的兴奋状态 甚至是恐惧 对于她这个后来狂热的同情者来说 是不可理解的 是被射倒 在地鲜血流淌 翻起白眼 对人凝视的野兽的痛苦 在垂死野兽的痛苦中 我获得了真正的欢乐感 她在一次用棒猛击一只狼的头盖过的时候 这样承认说 而正是在这一生 嗜血杀戮乐趣的胜利呼唤中 我们才能想象到 她的一生中 压抑在心里的种种残暴的本性 就在她出于道德信念 而放弃狩猎的时期里 她要是在田野里 看见一只兔子跳跃 跑动 也总是想要射击 而颤抖地把两手举起来 但是她坚决鼓断地 像压制其他乐趣那样压制了这种乐趣 到最后 她在身体的感官愉快方面 就满足于对生机勃勃的人的观察和仿制了 可是至今 这还是强烈的和获得教育的愉快 她每次来到漂亮的马跟前 总是离开大嘴 喜悦的欢笑 她简直是狂喜的轻拍 和扶摸那马暖乎乎的 丝绒一样光亮柔滑的肩膀 让马身上跳动的温暖 都传导到自己的手指上 于是 作为纯粹的兽性 使她感受到了鼓舞 她能一连几个小时 狂喜地睁大眼睛 光看年轻姑娘跳舞 为的就是欣赏 他们放松的身体的优美 当她遇到一个漂亮的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的时候 为了在惊讶中 更仔细地注视她 她总是站住不动 忘掉了正在进行的谈话 她兴奋地发出赞美她的惊呼 人要都是这么美 那该多好 因为她是把身体 作为活跃的生命力的容器 来热爱的 是把身体作为光明的 有感觉的平面来热爱的 是把身体作为 沸腾的热血的外壳来热爱的 她是以自己全部热浪 翻滚的肉欲 把身体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灵魂来热爱的 的确 作为文学中最热情的受性崇拜者 她喜爱自己的身体 就像艺术家喜爱自己的工具那样 她是把自己的身体 作为人最自然的形态来热爱的 因此她喜欢首先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然后才是脆弱的虚伪的心灵 她喜爱身体的一切形态 喜爱自始至终一切实其的身体 这种性爱激情的第一份自觉的报道 可以追溯到 她两岁的时候 这里并非比物 那是在她两岁的时候 我想强调这一点 以便人们理解 在托尔斯泰比加 对于时代潮流的每次回忆 何以能够始终 事实清晰 脉络鲜明 哥德和斯汤达都是勉强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到七岁或者八岁 而两岁时的托尔斯泰就已经感觉到了所有感官专心致志的多样性 如同后来成为艺术家那样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她第一次对身体感受所做的这段描写吧 我坐在澡堂的木盒里 我重新读一下 我坐在洗澡的木盆里 一种用来按摩我的身体的液体 散发出我觉得是新鲜但很讨厌的气味 这种气味完全笼罩住了我 我最可能得到的大概是康夫浴汤 新鲜的印象对我产生了影响 我第一次高兴地注意到我的胸前 有清晰可见的肋骨的小身躯 注意到了光滑模糊的面颊 还注意到了我的保姆身展开的袖子 热气腾腾的康夫洗澡水和那洗澡水的气味 但是最难忘的是注意到了 每逢我用小手抚摸大澡盆的时候 大澡盆在我心里所引起的平滑光洁的感觉 读过了这一段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感觉区域 来分析整理一下他童年的回忆 以便正确地惊叹他的感官领域的清醒状态 托尔斯泰就是戴着两岁孩子的小假面具 用这种清醒来领会周围世界的 他看到了保姆 他闻到了康夫洗澡水的气味 他已经区分出来了印象的新鲜 他感受到了洗澡水的温暖 他听到了糟杂的声音 他抚摸到了光滑的沐浴盆 所有各种神经术的这些同时性的感受 都聚集成对作为唯一感知 一切生活感受的表面的身体 所进行的一致性的 深感愉快的自我观察 然后我们就会理解到 感官的吸盘 在这里这么早地抓住了生活 在托尔斯泰这个孩子身上 形形色色地介入世界 已经多么强有力 多么精确自觉地变成了清清楚楚的印象 所以现在就能够估量出来 成年的托尔斯泰如何使每个印象 一方面显得难以琢磨 另一方面又得到强化 孩子对自己在狭小澡盆里的小身躯 游戏似的乐趣 必然会扩大到成为一种疯狂的 几乎是剧烈的生存乐趣 这种乐趣如同孩子那样 把外部的和内部的世界和自我 大自然的生活都混合成为一种 唯一的赞扬式的陶醉感觉 实际上这种与一切事物同一性的陶醉 有时候也侵袭完全成年的人 就像一场明定大醉那样 大家可以读一下 这个强壮的男人 有时候如何站起身来 到外边走进树林 目不转静地凝视着世界的 世界在千百万人中选择了他 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 更博学地感觉这个世界 要读一下 他是如何突然以极度兴奋的姿态 舒张胸怀伸展胳膊 仿佛他能够在呼啸的空隙中 抓得住使他内心激动的那种无限的东西 要不然就读一读 细小事情使他受到的震惊 丝毫不小于宇宙间无限丰富的大自然 他是如何弯下腰来 小心翼翼地扶植一颗被践踏过子的香草 或者读一读 他热切地观赏蜻蜓的颤抖飞动 然后在朋友的注视下 他急速地把脸转开 为的是不让人看到他的眼中 泉水般流出的热泪 在现代的作家中 包括沃尔特·惠特曼在内 没有一个人像这个俄国人 如此强烈地感受到 那尘世的肉体器官的欢乐 他有着森林之神的好色 和一个古代神的无处不在的隐喻 现在人们就能够理解到 他那充满自豪和奔放的感情的话了 他说 我自己就是大自然 这个榜大妖元的初撞者 在莫斯科他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不可动摇 他本人就是宇宙中的一个宇宙 因此人们都认为 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动摇 他那强烈的世俗性 但是大地有时候是战斗的 是受地震摇动的 所以有时候托尔斯泰 也从他的自信中 满山地走入生活中间 他的眼睛突然呆滞不灵了 感官摇晃不定 全身凝视着空虚 因为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东西 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是一些始终 存在于他温暖结实的身体 和丰富的生活以外的东西 是一些既令他的全部神经 都紧张起来 也不能理解的东西 他这么一个感官人 之所以始终无法理解 是因为那不是这块土地的东西 那是他不能损悉和融合的材料 那是拒绝在永远贪婪的世俗 感情中进行摸索 衡量和适应的东西 究竟如何理解突然切断 现象圆形空间的可怕思想呢 如何想象 穿流不息的紧张工作的感官 会突然沉默无声 麻木失聪 肌肉消瘦的手也没有了感觉 以至这个不佳演示的健壮身躯 现在还被奔腾的血液 暖得热乎乎的身躯 会变成猪虫的洞穴 和石头般冰凉的骨骼呢 如果这种虚无 这种漆黑一团 这种暗藏的东西 这种无法阻挡的东西 在今天或者明天闯进他的身体 如果观能所感觉不到的东西 进入了他这个钢材还充满生气和力量的人的身上 那么会怎么样呢 托尔斯特想到战时性便浑身冰凉 与战时性思想的第一次相遇 发生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有人把他领到母亲的尸体跟前 昨天还活着的人现在平放在那里 变得已经冰凉僵硬了 对于这幅当时他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不能理解的形象 他在历经了八十年之久以后也没能忘记 但是那个五岁的孩子迸发出一种一声哭喊 一声刺耳的令人惊慌的哭喊 他发疯似的恐惧起来 从房子里逃跑了 各种恐惧的复仇女神都紧随着在他身后 死亡的概念总是这样撞击他 这么令人窒息的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例如当他的兄弟死的时候 他的父亲死的时候 还有他的姑母死的时候 死亡的概念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经过后脑 经过冰凉的手 使他的神经非常紧张 1869年 那还是危机以前 不过也很灵机危机了 他曾经描写过死亡的概念 突然清晰的白色恐怖 他说我想要睡觉 可是我刚一躺下 就有一阵惊慌又把我拉了回来 那是一种恐惧 一种如同要呕吐的恐惧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把我的生存撕成碎片 但是还没有完全撕碎 我又一次想要入睡 但是惊恐又来了 有红的有白的 来撕碎我身体内的什么东西 但是又把我束缚得紧紧的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就是在死亡向托尔斯泰身体内 只伸一个手指头之前 也就是在他真正死亡之前40年 他对死亡的预感 就已经进入了他这个 生气勃勃的人的内心里 而且再也没有被完全赶了出来 到了夜间 巨大的恐惧就在他的床边 吞噬他的生命欢乐的肝脏 这恐惧就蹲在他的树叶之间 啃咬着腐朽的黑色思想 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 如同他的生命力一样 是超乎常人的 把他的这种恐惧称之为神经恐惧 也许还是胆怯的 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 可与诺瓦利斯的神经衰弱性恐惧 来脑的笼罩忧郁阴影的恐惧 埃德加·埃伦波的恐惧症 与神秘的性欲恐惧相比 不 他这里迸发出来的 是完全不加掩饰的受性恐惧 是野蛮人的恐怖 是极端的恐怖 是恐惧的血风 是高声呼唤生活意义的一片恐慌 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 没有男子汉的英雄精神 而仿佛是被烧红的烙铁打了烙印 因此他终生都是这种恐惧的奴隶 他惊乱不已 奸身呼嚎 使去控制 他的恐惧是作为完全受性的恐惧 爆发出来的 是作为震惊 一切生物变成人的原始恐惧 爆发出来的 他不肯听任这种思想的清晰 他不愿意他进行抗拒 他像被窒息的人那样展开肢体 表示拒绝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托尔斯泰是在极其安全之中 完全出乎意料地受到清晰的 对于他这头莫斯科的熊来说 在死亡和生存之间没有过渡阶段 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死亡与生存之间 横架着一座经常过人的桥梁 那就是疾病 而对于他这样非常健壮的人来说 死亡就是一种绝对陌生的材料 其他那些平均50岁的人 全都是或者大多数是身上潜伏着一段死亡 对他们来说 死亡的临近不是完全意外的事 也不是令人惊骇的事 所以他们对于最初被死神有力地抓住 都没有害怕到感情无法控制的地步 那位托斯托耶夫斯基被蒙上双眼 等着处决站在庄子旁边 每个星期他都在疯癫病发作的痙攣之中倒在地上 他作为习惯痛苦的人 比起完全没有预感的人 比起那些结实健壮的人 更能冷静地开担死亡的思想 这样就是那种打散开来 几乎耻辱的恐惧的投影 也不能冰冷地进入他的血液中 如托尔斯泰那样 托尔斯泰是在最初感觉到死亡的概念临近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浑身哆嗦了 对于是在非常富裕中感受到过自我 只有在生活的陶醉状态中感受到过 生活全部价值的托尔斯泰来说 生命率最轻微的减弱 也意味着一种疾病 他在36岁的时候就自称为一个老人了 死亡的思想正是根据他的这种敏感性 而如同一箭击中他 那样完全击中他的 只有精力充沸的感受 生存的人才会如此强烈地害怕毁灭 正因为有一种真正琢磨式的生命力 与同样是一种琢磨式的死亡的恐惧 在托尔斯泰比加 才产生了生存与毁灭之间 这种巨人间的斗争 才产生了兴趣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文学 因为只有巨人的性格才能进行巨人的抗争 像托尔斯泰这样好强争胜的人 这样的意志力运动员是不会轻易地向虚无屈服的 他在骤然震惊之后便随即振奋起精神来 为了战胜突然出现的敌人 他动员起了全身的肌肉 不 像他的生命力那样强大的生命力 是不会不经战斗就失败屈服的 他刚从初次的恐慌中恢复过来 就在哲学方面进行自我保护 他高高架起战斗 用他的逻辑武库中的投石器猛烈打击看不见的敌人 他的第一道防卫就是蔑视 他说 对于死亡我不感兴趣 主要原因是 只要我还活着 死亡就不存在 他令人不可置信地傲然宣称 他不害怕死亡 而只害怕对于死亡的恐惧 他不断地在三十年间保证说 他不害怕死亡 他不是惊恐万壮地想到死亡的 但是他欺骗不了任何人 也欺骗不了他本人 毫无疑问 灵魂的感性的安全的位墙 在恐惧神经关灯症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就已经突破了 所以说 托尔斯泰从五十岁的时候起 就只是站在往日生命里自信的废墟上进行战斗的 他不得不一步步退却 终于承认了 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幽灵 一个稻草人 而且是一个最值得尊重的对手 对于这位对手 仅仅用几句话是不能够吓唬得住的 于是托尔斯泰要试一下 看看在不可避免的暂时性中 是否可能继续存在 在人们同死亡进行斗争中 不能生活时 那就与死亡一起生活吧 由于这种退让 才开始了托尔斯泰与死亡关系的第二阶段 也是个富有成果的阶段 他不再抗拒他的现存状态 他不再沉醉于凭借滚变达到远离死亡的幻想 因此他就试图把死亡安排在他的生存里 使他融合他的生活感受 锻炼自己 不怕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死亡习惯起来的死亡是不可战胜的 生活居然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却不是不可战胜的 于是他完全致力于反对一切恐惧 正如西班牙的特拉普派教徒们 每天夜间都睡在棺材里 为的是把一切可怕的东西都杀死在自己的身体里那样 托尔斯泰与在每天坚持不懈地进行意志祈祷练习 在自我启示中熟悉一种不间断的死亡警告 他迫使自己持续不断地和专心致志地思考死亡 而不是害怕死亡 他的每一本日记都是以三个神秘的字母 WIL 意思是如果活着 开始的这样的日记 在许多年里 每个月都记下了他的自我回忆 我在接近死亡 他习惯于正视死亡 习惯结束了陌生感 战胜了恐惧 这样在三十年里 与死亡进行的斗争 就由外部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 由敌人变成了一种朋友 他把死亡拉得靠近自己 拉进自己的身体里 使死亡成为他生命中灵魂的组成部分 从而使原始的恐惧等于零 他说 对于死亡我们无需进行深思熟虑 但是我们必须永远向前来看死亡 这样全部生活就会变得更为欢乐 更为重要 真正富有成果 而且经亲切愉快 从困难之中产生一种道德 托尔斯泰使得恐惧客观化了 从而他征服了恐惧 这是对艺术家永久的拯救 他把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 所造成了另外的创造物 作造成他的创造物 从而使他自己远远离开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 这样最初 似乎在毁灭的东西就变成了对生活的深化 并且完全意想不大的是 他的艺术得到了极为辉煌的提高 因为由于他惊慌不安的砖研 由于他在幻想中上千次的假死亡 他这个最热情的生命论者 就变成了最深知内情的死亡描绘者 变成了一切表现死亡的人中的大师 恐惧总是跑在实际情况前面的恐惧 长着幻想翅膀的恐惧 这样的恐惧总是比迟钝而沉默的健康状态 更富有创造性 可这是多么可怕的 混乱的 清醒数十年的原始恐惧 多么强有力者的神圣恐怖和僵化状态 谢谢你们 你们知道托尔斯坦身体毁灭的一切症状 知道死亡的克杯刀 在他正在消失的肉体上 刻画出的每个线条 每个标志 刻画出了正在消失的内心中的一切震惊和恐惧 于是艺术家就觉得受到自己知识的强有力的呼唤 亿万亿利奇的死 伴随着死人厌恶的呼号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亿万诺里奇是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里的人物 题目是亿万亿利奇之死 列文的兄弟可怜的消失 长篇小说中各色各样的生命分离 这是三种死亡 这都是附身在意识最外层边缘上的偷听 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心理学成就 没有那兼灾难性的震惊状态 要取得这些成就是不能设想的 对自己所遭受的惊骇战力 进行深入彻底的挖掘也是不能设想的 为了描述上百次的死亡 托尔斯泰不得不再受到损伤的内心里 直到在细微的思想混乱现象里 上百次的事先 事后会伴随着经历他自己的死亡 是预感的恐惧 把他的平面艺术 把他对现实仅仅作为观察和临谋的艺术 推进到学识的深度 是这样的恐惧 根据卢本斯氏喜欢感官 享受和丰富多彩的现实 教他学会了使用从内部突破的 仿佛超感觉的 是件悲惨阴影中的 伦伯朗式的光线 因为托尔斯泰 预先经历的死亡 比起生活中间所有的死亡都更为激烈 所以他能比任何人都更为生动 比真的给我们描述死亡 每一次危机 都是命运给艺术创造者的真理 于是正如在托尔斯泰的艺术中那样 在托尔斯泰的世界精神态度方面 最后也产生了一种新的 更高级的平衡 矛盾互相纠结交错 人生乐趣与其悲惨的反面的可怕斗争 像明智而和谐的互相谅解让步了 终于平静下来的情感 最后完全符合卢宾斯泰诺沙的思想 处于恐惧与希望之间的单纯的漂浮中 害怕死亡是不好的 要求死亡是不好的 我们必须放好天平 让指针笔直立定 不让外壳超重 这就是生存的最佳条件 悲剧性的和步和谐 最终是要和谐起来的 托尔斯泰这位白发老人 对于死亡不再憎恨 也不是迫不及待 他不再逃避死亡 他不再与死亡斗争 他只是在温和的城市中梦想死亡 曾艺术家在构思中设计眼下 还看不见的作品的那样 因此正是在那个最后 长久为恐惧的时刻 给予了他完整 无缺的恩惠 一个死 像他的生平一样伟大 是他的作品中的作品